我們當會比較受惡劃 因為我們都會誤解 可能好像軍中的懲罰 主要過散 當時的確有我們可能要過周圍 但這樣的說法也很難 讓人家知道 我們一切都是有編制 大家幾乎有評斷 所以軍中在生意方面 這幾年來也不斷來強化 我們今天不斷一個議員長 而且主辦也不可能做一個 任何一個擔憂 他想不散 因為以前發生的問題 舊路很多出來 他的議員決定 沒有請問他討論 所以說法律每一站 你看他堅固 一定有很多人 有法律 還有外國人 所以大家共同來嚴禮 嚴禮川以後 怎麼樣懲罰一個 但做一個問題的話 更加要周圍 要順手 要到以往這些問題 但我發生的那些 很重要的說法 可以 這不會有重點 因為主辦公司 我們這回負責的工作 就認出了很多 也在那個地方 目前的人員 都可以 不過大家很清楚 我們也不可以 不過我們也要拿來 單位 但包括這幾天 做到這個 直接把這個運作 安全運作回來 那這個行程之前 很多人跟上班的委員 就跟他們說 說明 在南海的狀況 這不太危險 很嚴重 就前面前的一個 就連演 對 印太方面 再做到的 在十多國家的工作連演 那另外還有就 總共的南部戰局 原來常常 對 還有設計的美國 美國還有這個防務 也在那邊不停活動 這複雜性 可能會怎麼樣 我們會做一個討測 到美國還有當選狀況 都跟相關的委員長 就說明